那么极化物体它排在整齐了 它就会产生电场 凌乱的不会 整齐的会 因为每一个电偶级会在外界产生电场 排在整齐的 它在某一点产生的电场方向都一样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核电场 有一个resortant electric field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电偶级 负Q正Q相距2A远 这个是P的方向 P就等于Q乘上2A 那我们现在要问 这样的一个电偶级 在距离它中心R远之处 跟偶级矩的方向 夹C大角的地方 这个P点 它的电位跟电场是多少 那么我们假设 因为我们把偶级画得这么大 那不可思议了 如果你的距离只有这么短的话 那这个偶级你眼睛看不见 这个距离看不见 很小很小 所以R大小远大于2A 因为它很小 因为这个很小 这个距离很大 我们以前在电场内上已经讲过了 像这样的一个电偶级 它的电位就是这个东西 Pcosθ over cπε0r平方 那Pcosθ又可以写成P.R Univector R Univector就是这个Univector 那就是P乘上1乘上这个角度的 Cosθ就是这个字 这以前我们讲过的 这是每一个 它是我们一块界电值里面 好多好多个偶级矩 那么以这个为参考点 它在距离它R远之处 这个P点 它的电位是多少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界电值呢 被极化以后 假定它的polarization 是这个方向 这也不要 不一定要这个均匀 就是polarization 假定是这个方向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取一个小小的体积 D-tau D-tau乘上这个地方的polarization 就是等于这个小体积里面的diple moment 小体积里面的diple moment 好那么这个diple moment 就是diple 它在p点产生的这个电位 这是一个电位基础 因为很多很多 这样的一个电污基础 这是其中的一个 那它就可以带这个式子 4pi epsilon zero r平方 r 原来这个是 跟它的中心是r 那这个呢 距离s 这个方向就是s univector的方向 dp就等于p 称dtau 这是一个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那总电位呢 就是这个积分呢 就是这个积分呢 这个积分呢 我们就是把这一项积分呢 4pi epsilon zero 可以提出来 s平方在里面 这个乘上p 乘上它 p写在这里 dtau写在这里 这就是全部 它积分是 这个里头 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 dibble moment都要积啊 好 那现在我们看 这就是全部的 全部的这个物质 集化以后 它有一个polarization以后 它在外面 距离我们参考点r的位置 所产生的总电位 好 那现在我们要用一个 这个式子 以前讲过了 这个式子呢 你看这s分之一 s就是等于什么 r平方 就是 s 就是等于这个 r跟rprong r平方 减的rprong runivector 减的rprongvector的大小 它就是 里头它有 有r跟rprong 这个dialprong 就是说 它是对prong 这个圆区的坐标 就是xprong yprong zprong 或者rprong 来做 微分的 对prong来做微分 因为它这个是 你看r减rprong rprong前面有个负号 所以它就等于正的这个字 但是如果这个没有prong 就是del 就是gradient的 s分之一 那它是对r做偏微分了 前面有个负号 这个我们以前讲过 这个你要把它练 把它搞清楚 因为以后我们会常常用到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式子呢 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它重写 就变成P Polarization 它是在圆区里面 所以它的坐标是这个 Dot 本来是s univector over s平方 成第一套 那s univector over s平方 就写成这个 就变成这样子了 好 现在我们 看一个向量横等式 我们看这个 这个 这个式子 被这个del operator 来做一个divergent 这就是divergent 那我们可以把 先把什么呢 这个可以等于P 当常数 这个当常数 它只作用在s'上面 然后再加上 那把这个s分子一 当常数 然后它作用在P上面 就是这个就变成这两项 本来是这个 等于这一项加这一项 然后这一项呢 就等于这一项减这一项 这个向量的divergent 呈dta g一个 top prime 就是整个 整个这个 体积里面 整个圆局体积的积分 它就等于 这个向量 p over s 到dta 这个体积的表面积 这是divergent theory 这个保值不变 只不过我们把它写成这个形状 符号拿进去 这个变成真的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dta 再写一下 dta是个向量 dta prime 它是一个面积基数的向量 那它等于这个面积的方向 到了这个面积的大小 面积的方向 到了面积的大小 好 那么 这个就变成 我们就可以看成p dot n p dot n 就是说 你这个p 在垂直这个面积的方向上的一个分量 可以看成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另 这个我们就写成这个样子 好 这就是你的 你怎么取你的dta 它总有个 有个方向 就是这个面总有个垂直方向 好 假如我们把这个式子里头的p dot n 当作是一个等效的表面电荷密度 就是说把它当作sigma b 负的delta p 负的delta prime dot p 就是divergent p 等于rho b的话 把它带进去 这个我们先说 它叫做等效表面电荷密度 这个叫做等效的体积电荷密度 那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正好是什么 电位啊 电位 这个是体积的电荷密度呈dta 这也是dq啊 这是体积里面的dq啊 就是体积里面的总电量 怎么称这个积分极起来 那这个称这个呢 那就是这个表面上面 任何一点的dq啊 表面上任何一点的dq啊 这个 那这个也是电位的一个 一个表示法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块的界电池 被激化了以后 它在外面一点产生的电荷 就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这个物质里面呢 有 体积 等效体积 电荷 这是等效体积 电荷密度 这是等效体积电荷 神的dta 超值波激素了 好 那这个呢 就好像是一个表面 就是说这个体积里头也有密度 表面上面也有电荷密度 所以电位就是这两个合起来 两个合起来 那么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就是说我们一块界电池啊 被外加电荷感应了以后 作用以后啊 为什么会 这块物质啊 本身也会在外面 产生电位或电场呢 就是因为你这个物质被激化了以后 它会在物质里面 物质里面产生等效 等效体积电荷密度 在物质的表面 产生等效的表面电荷密度 我们可以当成是这个样子 由这个而产生的电位 好 那这个非常重要 那因此啊 我们拿到一块物质 被激化的物质 你要求它的电场 电位 求它的电位 你首先就是要求这两个 首先要求这两个 其他的 其他的就跟以前都一样了 那这个 表面电荷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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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 polarization.n 这个n 这个n就是这个表面 的normal direction 表面的normal direction 的单位向量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等效体积电荷密度 你就要把这两个求出来 求出来以后再带到这个里头去 再求V 那么这些电荷 我们说它是等效 它跟我们的sigma 不要这个B ro不要这个下标B 那它是自由电荷 这个电荷是真的电荷 会受电荷的作用 跑来跑去 在导体里面跑来跑去 但是这个电荷呢 不是自由电荷 它是借电质 借电质 被感应以后 所产生的电荷 所产生的 相当于电荷的这种电荷 所以我们称的叫做等效的电荷 这个电荷 它不会跑来跑去 你有电厂 它不会 不会随着这个电厂 跑到外面 跑到别的这个原子上面 不会 它还是在原地 我们刚刚说 一个极化的一个原子 或者分子极化以后 它只是正负电荷被拉开 在原地被拉开 或者是说 这个原来是个偶极矩 就在原来的地方旋转 它只是一个是伸张 一个是旋转 那这些电荷是等效的 等效的 其实它是用polarization来做的 那这个又称为 这个电荷 等效电荷又叫束缚电荷 Bound charge 所以我们这个B 就是代表bound charge 有时候我们这个 有的书上不用B来表示 不用RowB RowI 它用什么 SigmaI RowI I就是代表induced charge 感应出来的电荷 有的时候它用P SigmaP RowP P就是代表它是极化电荷 polarized charge 所以以后你们要注意 这个下标 有的书上用I 有的书上用P 但是用B的比较多 OK 好 这一项是有等效表面 激化电荷产生的电位 激化以后表面会有 会有表面激化电荷弥多 第二项是由体积电荷密度所产生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一个半径 VR的一个球体 它被激化了 这是借电子球 借电子球 它激化的是什么 均匀激化 它的polarization是P P是个常数 身上Z就是Z的方向 处处都一样 那现在要问 那这个借电子球 在它球里面任何一点 跟球外面任何一点 产生的电位跟电场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要 带刚刚那个柿子 刚刚那个两项的柿子 我们说你首先要把这个球出来 对不对 表面电荷密度是什么 表面电荷密度是什么 Polarization 这个地方也是 也是这个 Polarization 朝Z方向 DotDn 就等于P P 这个负的Divergent P 因为P是一个常数 Divergent这个有一个微分 所以它一定是零 常数的微分一定是零 所以它只有这一项 只有这一项呢 我们知道它的表面有这个表面 极化电荷密度 是这个 我们只要看这个 因为这个等于零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 我们以前做过类似的一个式子 以前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球体 外面呢 它有表面极化电荷 表面电荷 那时候表面电荷 不是一个极化电荷 是真的电荷 它是等于K C 我们先写好了 以前是讲过这种东西 这个例子是在第五章 第十四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表面呢 如果有电荷密度是这个的话 里头跟外头的电位 所以我们都算过 我们都算过 那我们就不再重复计算 我们就是把这个 换成这个就好了 这个本来是这个东西 Sigma是这个 结果我们就把它的结果里头 可以Cosin Theta 换成Pcos Theta 就好了 以前我们算出来 在球体里头 在球体里头 它是这个值 球体外面是这个值 用Lablas equation 解 你们如果没有印象的话 回去再看一下这个 再看一次 好 那现在我们呢 就把这个式子里头的K 换成P就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例子 Potential就等于 Cosin Theta 这个呢是 这个大于 这是球外的 球外的 OK 球内的电位 跟距离 跟中间的距离 成正比 球外的是跟 与球形距离 的平方乘反比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Polarization 定义带进去 什么叫Polarization呢 就是这个物体的Total Dipo Moment Dipo Moment 被它的体积来除 就是Polarization 就是这个值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那VR 我们看这一下 它就等于这个带进来 带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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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一月 它变成这个数目 然后 Pcos Theta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P.R P.R 这个不是这个P 这个P是什么呢 Polarization 是激化强度 这个是这个物体的总偶极举 因为它是对称的嘛 所以总偶极举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 在这个球星 总偶极举 它的方向是跟这个P同方向嘛 那任何一点 R 随便里头随便找一点R 如果是这一点的话 R Univetal就在这里了 所以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是R大于大R 这个是指显示 你在球外面 现在我们看的是球外面 球外面一点 这个R可能在这里 球外面的这个定位 我们可以看出是总的偶极举 球里头不是总偶极举 球外面才是 球外面 球外面 你这个里头的电荷 全部都包括了嘛 所以这个 它所产生的偶 它所产生的电位啊 就是由这个 总极化偶极举 它的形态呢 就跟我们一个 single diple moment 一样 就好像只有一个分子 的电偶极举 产生的一样 就跟我们以前 导出来的那个 形态一样 以前是P而已 现在是P total 像这个东西 你导出来以后 你要稍微把这个结果 寄一寄 就是说你结果跟 以前那个 单一的OG 电OG 产生了电位 这个比较嘛 以后我们才好联想 联想比较容易记忆嘛 好 你电位知道了 我们就可以由这个式子 求电草 你看这个式子是不是很重要啊 一再用它 对不对 在球内的话呢 把球内的这个 带进来 它对R做偏微分 对不对 负 对球内 负的这个 这个是P partial 这个P partial R 那就是 不过我们这里不是用R Theta 我们把这个写到这里 R Cosin Theta 所以你求外一点 它的R Cosin Theta 就是它跟Polarization之间的夹角 就是R在Z轴方向的投影 就是Z啊 这个值就是Z啊 它可以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以后 我们就对Z做微分就好了 所以它是等于负的 所以它是等于负的 P partial over partial Z的这个值 方向是Z direction Direction 这个微分就是 Sin Epsilon 分之P 乘上Z 单位向量 Z乘上P 就是Polarization 所以里头的电场 是一个均匀电场 是一个均匀电场 因为它现在告诉你 Polarization是均匀的 好 有以上结果得知 球内的电场 是均匀的 好 我们看 球外头一点 V是这个 好 那么我们现在 把它带到 现在不能再用 球坐标了 不能再用这个 迪卡尔坐标 我们 这个就是 球坐标里头的 Gradient R unit vector R component 好 那就变成 这个对R做偏微分 就变成负2R三次方 对不对 2 负负的正 2P R三次方 这个 这是1R 1R 1Theta呢 等于负Theta 1R分之1 Partial V over Partial R 要注意这个 常常会搞掉 Theta component 旁边要乘一个 2R分之1 这个微分 就是变成负3Theta 负负得正 3Theta OK R 平方乘上R 就是这个 这是电场 好 它的总电场就是 这两个分量之合 我们把共同相提出来 里头就剩下这个 这个状况的电场 外面的电场是这个 里头的电场是一个 长速就是均匀的 长速就是均匀的 这个是长速 它就是长速 好 那么像我们这个例子 这个界电子被集化以后 它有电场 对不对 我们刚刚已经把它写出来 里头是什么 外头是什么 那么我们把它电力线画出来看看 电力线是这个 里头呢 里头是这个 方向 Polarization 是这个方向 里头的电场是负的 均匀的 所以它的电力线是这个方向 外头呢 外头电场是这样子 你把这个画出来 就是一组这样子的一个电力线 一组这样的一个电力线 好 这个是这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讲 因为你当中是做一个Polarization 就是当中被集化 集化以后呢 它就有这个 它说它的集化强度是均匀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算出它的Total Dipo Moment Total Dipo Moment 也是集中在中心 因为它是对称的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刚刚那个借电子球 集化 集化就是说外加电场的作用 我们假设它正电荷 整个这个正电荷 中心被拉到这里来 负电荷呢 还是原来这个电荷 这个是正电荷 拉开以后啊 这个地方就露出了Positive Charge 这个地方就露出负的 正负电的中心就被拉开一个低远 我们从我们这一章的第一个例题 我们就求过啊 这个P是等于什么 就是负电荷 这个负电荷 在距离它低远之处 产生的电荷 然后再乘上这个 这是电荷 再乘上Q等等 我们最后会化成这一个系统 在任何一点产生的电荷 就是这个质啊 我们第一个例题我们算过 你如果不清楚 你把第一个例题再拿出来看 是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把Polarization 是这个 我们刚刚讲过的 它就是等于 总的Total Moment 总的Total Moment 被整个球体的体积来除 所以Diple Moment就是这个 你把这个 这个就是Total Diple Moment 把这个带进去 我们还是得到这个值 里头 球里头的电荷还是这个值 那球外呢 距离球星R远处的电位 我们可以看成是 总电荷 分别集中于各球之球星 所产生的电位 就是负电荷集中在这里 正电荷集中在这里 就等于两个电荷 它所产生的电位 其实就是一个Diple Moment 产生的电位 这是一个Diple Moment 这是外面 距离很远才可以用 这个R向量 要比这个D大很多才能用 里头不能用这个 外头就是这个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 很快就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往下看 好 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例题 这里有一个均匀极化的实心的正圆柱体 正圆柱体 极化强度呢 P等于PZ 这个Z是一个常数 要求这个轴上面 Z轴上面 在圆柱里头 以及圆柱体的外面 任何一点的电场跟电位 好 我们先求 当然要求这个问题 我们就记得 这个界电值被极化以后 为什么会产生电位跟电场呢 就是因为它会有表面极化电荷密度 等效的表面极化电荷密度 跟等效的表面极化电荷密度 那我们把这两个先求出来嘛 体积极化电荷密度 这是零 因为P是常数 P是常数 那么它的极化表面电荷密度 我们去看它的表面 右边的表面 跟左边的表面 还有就是它的弯曲面 弯曲面 因为这个极化电荷密度 它是等于P dot N N就是表面的发现方向 这个N是单位向量 那么我们现在看右边这边 右边的normal direction 是跟Z同方向 所以它就变成PZ dot Z就是P 所以这个上面的极化电荷是正的电荷 表面电荷密度 大小是P 左边呢 这个是univector 左边是它的normal direction 是向外 这个东西向外 所以是-Z就是-P 那么弯曲面呢 弯曲面的univector始终是Row的方向 Row的方向跟这个就是垂直 这个垂直就是零 所以只有这两个面上面 分别带正电跟带负电的表面 激化电荷 那么它里头的电位也是由这个产生 外面的电位也是由这个产生 那现在我们就看 我们要求先看P点 P点就是在这个圆柱体的外面 外面 P点 P点 我们让它跟 我们取这个圆柱的中心作为圆点 它的距离就是Z Z圆 那么 这个正电荷到这里产生的电位 跟副电荷到这里产生的电位 我们可以用以前我们学过的一个第一章 或者是第二章 就是电位 求电位 电荷我们也求过了 就是有一个圆形的表面 它圆形的平面 半径是R 上面的电荷密度Sigma是个常数的时候 它距离球星Z圆之处 就是它这个是一个中心垂直轴 这一点的电位我们以前求过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结果 好 现在我们看 表面电荷所产生的电荷 一般都可以用这个式子 电荷 就是说它是连续分布的 而且它是什么 局部分布 它就等于DQ over S平方 这是积分 这是可以 然后我们从二三 其实我们现在不要去积了 就是说我们在第二章第三个例题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平面上面有电荷密度Sigma的时候 P点距离它Z圆之处 P点的电荷是这个 我们做出这个来 你如果忘掉你回去看这个例题 我们现在就套用这个式子 我们现在就套用这个式子 大小是P 大小是P 括弧里头一减掉 这个是这个 原点 圆点到这个距离 就是带电 带电圆盘中心到这个距离 现在代理圆盘在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Z 这个就是Z 这个就是Z 那现在我们这个呢 这个不是Z 这个距离它多远呢 就是Z 就是Z 减掉一个L 这是中间 Z-L 这个式子里头的Z 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Z-L 那以前的半径R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半径A 这是右边的电肠 左边的呢 就是这个 在这里产生的 也是套这个式子 Sigma是-P 其他都一样 一减 我们看Z 这个Z 这个里头的Z就是从这里 到这里的距离 这个距离是什么 这个距离它是等于Z加L 对不对 这种是距离Z 再加上这个加L 右边也有了 左边也有了 那这一点的总电场就是这两个电场的向量核 因为这个都是同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2Y0P提出来 里头这个正的先拿到这里来 这个负的就在这里 就是这个值 就是这个值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 用Z和Z2来表示 也可以用这个来表示 你看这个 Z plus L 这边 Z 这是这边 Z plus L 是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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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长度 来处 它就是cos θ2 这个呢 Z-L 就是这个 被 Z-L 被这个来处 这一段 就是这个 cosθ1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 这个样子 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这个样子 那圆柱体里头呢 我们可以同样的步骤 我们为了要看得清楚里面 我们把这个 把它画成透明的 Pedon在这里 它距离 圆点 Z圆之处 我们带这个式子 右边的 右边的 这边 这边的这个 电荷密度是 电荷密度 是P 是正P 正P 正电荷 正电荷在这里产生的电场 它超负方向 对不对 这些电荷在这里产生的电场 电场是这个方向 所以是负Z 然后呢 还是带原来这个 一简的 它到这里的距离 是L -Z L-Z L-Z 左边呢 是负电 负电荷在这里产生的电场 也是朝这边 所以也是这个值 那它里头的 从这里 到这里的距离 它是等于什么 等于L加Z L加Z 就是这样子 好 里头的 总电场 就是这两个电场的向量和 那我们可以把 Z 乘上P 就是Polarization的向量 写成这样子 这两个加起来 1加1就是2 然后这一项 负的 我们把负号提出来 里头就直接加起来 这一项 然后我们也是带 带这个 你看 这是2 2不动 L-Z 这是L L-Z 是这一段长 被这个除 被这个除 我们的θ角 是选择 是选择 从这里开始 Z轴这里开始 所以它是等于 cos pi- 就是-cos θ1 等于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角 也是从这个夹 这个就不要变了 这个就是等于 这一段的长 L加Z L加Z 被这个长度来除 就是cos θ2 还是保持原来这个符号 所以里头一点 是这个 外头一点 是用这个 好 那么我们说 当P点 趋近于右侧的表面的时候 你看它 跑到这个表面上来 当它跑到这个表面上来的时候 这个θ1 90度 所以cosθ1 就是零了 那么于是 电场外面本来是这个 这个是零了 它就是变成这个字 里头 原来是 原来后面还有一个 -cosθ1 也是一样 变成零了 就是这个字 不是里头 就是 它跑到这个面嘛 那现在就是这个 它跑到这里来 它右侧表面的时候 然后 那么这是 里头 里头一点 我们刚刚说它是2 减到cosθ2 减到cosθ1 所以这两个一减的话 加起来 就是这两个相量 Ey Ey Ey就是这一点 电场 跟里头这一点的电场 它朝里头的这个电场 是等于这个字 所以 因内就是 你这个P点是在这个里头的时候 你看 这个表面外面 跟表面里头 这一点 这个P点是一个在外面 一个在里头 这两个电场的差 不等于零 不等于零 那就表示说 这个表面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 其实我们把这个当作很小很小的话 这就是一个 偶集举层 不是偶集层 偶集层 那么这两端的电场不相连续 或者说你这里都是正电荷 对不对 一个电荷的表面 两边的电场不相连续 电位相连续 电场不相连续 就是一个表面有电荷的话 这表面两边的电场不相连续 这是电阶值 界电值与自由空间的界面电场 不相连续 好再看 当这个圆柱体的半径 圆柱体的半径 趋于无穷大 就是这个变成无限大 这两个都变成无限大 那么你批点 就等于在这个无限大 批点 这个跑到无限大的地方去 你看当这个越扩越大的时候 这个角度越来越大 对不对 approaches 90度 Kosan Sita 2也好 Kosan Sita 1也好 都 Sita 1 Sita 2都趋于90度 那就是零了 无限大的时候 这两个都是零了 所以 这两个都无限大的话 你在外头一点 电场也是零 里头这一点 Cosan都是零 那是二 三个二 二个二约掉 就是等于这个 所以里头的电场 是一个常数 就是等于这个值 OK 我们看电场函数 跟轴上Z座标的关系 Z座标的关系 我们从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看出来 当这个电场 你 这个越跑 你 这个跟这个距离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的话 他这个电场是变小的 当他靠近这个的时候 你看他靠近这个 那就是这个等于零了 那就是变一个很大的字 左边也是一样 你这里很远 从这里到这里 电场就是衰竭下来 在当中的话 在当中这一点的电场最大 靠近两边 电场的值 就变小了 就变小了 那么 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上 你不难看出有这个结果 好 这就是电偶其成 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圆柱 很短很短很短的话 厚度只有delta的话 就是电偶其成 电偶其成的位 的电位 当上述的圆柱体 L approaches Z 的时候 就上面那个立体 两侧的面 2L 就变成这个东西 变这么小 这个是一个极小的距离 这个时候这个圆柱体 我们就可以视为电偶其成 Electric Dipole Layer 这个叫电偶其成 那我们现在 看看这是P点 看看P点的电位电场 那我们在这里头 那我们在这里头 电偶其成就是很小很小 很薄很薄 选一个体积基数 体积基数就是DA的大小 成上这个厚度 成上这个厚度 就是D套 D套 基数上的总电偶其举 它就是等于什么 Polarization 成上这个体积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根据Polarization 等于DP over D套 等于这个 D套用这个带 好 那么 这个是 好 那么 我们这个 式子可以写成P S D A 成上这个 这个P S 是什么呢 P S就是 P Total 就是Dible Moment 单位面积的Dible Moment 单位面积的 这个A就是代表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 那你把P Total 带进来 它就等于Polarization 乘上这个体积 这个体积就是A 乘上厚度 这种的这个Diple Moment A跟N约掉 就等于P 乘上Delta 这个是定值 这个也是定值 所以 那么这个就是 用P S来代表 它就是单位面积的O极矩 这里有O极矩 单位面积的O极矩 我们用这个带 单位面积的O极矩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 这个小小的地方 这个DP 这个O极矩基数 在P Prime点 产生的电位是什么 那么我们可以 因为这个距离很大了 这个距离很大了 S比这个Dimension要大得多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 把它当做一个Single Diple来看 这是我们第二张导出来的 好 现在把这个DP 用这个带 用这个带 P A 这就是 这就是D A D A乘 Z就是D A向量 DOT S Univer 我们为什么这么写的 因为 D A dot S over S 平方 就是这个面积 乘上这个单位向量 那 被S平方来除 我们以前讲过 这就是D Omega 就是这整个面 对这一点所张开的 立体弧度角 立体弧度角 就是这一点点的DED MOMENT 在P'点产生的电位是这个 我们上面导书是这个来 那么整个O集成 在P点产生的总电位 那就是这个积分 这个东西积分集起来 那这个都是常数 PS是常数 它是P乘上Delta 这也是常数提出来 这个积分 就是对这个面来积分 就是整个这个面 O集成这个面 对P'点所张开的 立体弧度角 这个表面对它张开的立体弧度角 如果P'点是在Z轴上 不但在Z轴上 而且是在这个表面的正外头 就是这个表面上 它又在这里 又在这个表面上 那这个时候就好像说 你的眼睛非常非常靠近这个墙壁的时候 这墙壁不就是无限大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墙壁对你所张开的立体角 就是二拍 左边呢 就是副二拍 在这边的时候 P'点在这边的时候 就是它的角 这边算是二拍 那边算是副二拍 所以它的墙位 右边 就把这个换成二拍 变成这个 左边 就把这个变成副二拍 就变成这个 墙位 你看 墙位啊 在这边 跟在这边呢 值不一样 那就这两个相减 不等于零 它是等于这个值 那这一点是我们要强调的 一般我们不是说 墙位是连续的 对不对 即使你是通过一个 带有电荷的一个 搏层 那电荷的 电荷平面 带有电荷密度的平面 那左边跟右边 电位还是连续 电厂就不连续 如果有一个电荷 分布的一个搏层 那这个搏层左右 电位相连续 电厂不相连续 可是电位不是永远连续 如果你有个电偶及层的话 那么偶及层的这边 跟这边电位就不相连续 偶及层的表面不相连续 那就表示说什么 这边朝正 这边朝腹 那么就是表示 里头有一个奇异点 电厂在里头有个奇异点产生 不过你现在记住就是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电位在一般情况下是连续的 但是在偶及层 跨过偶及层的时候 电位不连续 这个最重要 我们这个地方最重要 就是告诉你这一点 好 好